众所周知,大厂等于优秀,它不仅体现在挤工交时兜里若隐若现的大厂工牌上,也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。 打工人更是干饭人,我们经常能在网上看到,关于大厂食堂哪家墙的讨论。 为了深入了解一下大厂员工的住厂生活,我们推出一系列大厂食堂测评系列。 今天说说腾讯食堂,可真是太神秘了,因为根据我们在互联网上冲案后搜集的相关讨论,除了腾讯自己的员工。 几乎所有大厂员工都表示,额厂的伙食是北京最顶的。 这大约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吧。 于是,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,我们来到了位于西二起的腾讯总部。 有一说一,腾讯的大楼可真是太气派了,尤其是在极端天气的衬托下,竟然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即逝感。 当然也可能只是我们的错觉,毕竟真的好啊,额厂为了让员工安心加班,花样也是真的多,午餐收费,晚餐免费。 所以我们决定不吃午饭,晚上来到这里入伙。 额厂食堂选择非常丰富,各个眼花缭乱的档口分散在两层楼里,还没开始已经陷入周期性选择困难,几乎当场昏迷。 由于晚餐免费,再加上暑期有很多实习生加入,所以大部分档口的排队人数都出奇的多。 最后,我们选择了名字非常有意义的额厂双拼饭,又在其他的档口,拿了一份青石沙拉和炸鸡排。 腾讯食堂的晚饭,是可以打包带回家的。 很多额厂的员工们拿到餐以后,就用打包盒把饭装起来了,耗羊毛顺便解决家务矛盾,可谓是一举两得。 我寻思,这些额厂员工工资也不少,咋还天天想着耗公司羊毛? 只能说我也好想耗一耗。 马哥,你看我行吗? 。